行政長官李家超到立法會 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 施政報告提出 開放越南人才來港就業簽證政策等 並開放勞波和尼泊爾人才來港就業等 有議員關注是吸引哪一方面的人才 都會針對這三個國家的哪一方面的人才 我們會開拓我們所有的可能性 當然東盟國家是我們希望開拓的 東南某國家我們希望開拓的 理由是因為它是鄰居最近 所以包括交通其他方面都是較容易 我們的考慮最主要是這樣